第五行 唯欲成熟一切众生 谁取心乐而取佛徒 谁跟谁使如应说法 种种无量广大佛事 给予无量诸功德法 诸行诸道及诸境界 皆惜圆满 我们再看这个部分 为了成熟一切众生 谁取心乐而取佛徒 这个 这个是怀言当中 一个非常活泼的 一个思想跟观念 为了要利益众生 那么任何的宗教 它都设定一个净土 任何一个宗教都设定一个净土 上帝 上帝所在的地方最好 那你们都到我这里来 有没有 极乐世界 这里最好 大家都到极乐世界去 这里不是哦 他也不像无几老母那里 摇尺最好 大家都到老母这里来 他们有 谁取心乐 都是要什么你讲 你要到一个像极乐世界那么美的地方 也有牛排可吃 他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净土啊 并不是说到极乐世界去一定要吃空心菜 他没有这样讲哦 那你说能不能到极乐世界来吃空心菜炒牛肉 那到那里再讲 他会让你满足的 谁众生之心乐而取 佛徒 这个地方的佛徒啊 你就要知道了 既然啊 有人这样讲 净土啊 应该如此 哦 那么国土应该这么殊胜 他一定有一个定义存在 这个定义要终极的定义 而不是谁意的定义 比如我们这样讲 这带你这想极乐世界啊 他不吃 才对啊 哦 那假如有吃 大概空心菜炒萝卜 然后 对不对 高丽菜啊 炒鱼菜 大概只有是这样子啊 你不可能说那里有蒜泥白肉啊 对不对 他不可能有那种状况 因为你已经把它定义成某一种模式了 这个叫做净土啊 这个不是究竟的净土 究竟的净土是这里所讲的佛徒 他不讲净土 他不讲净土 佛徒是什么 觉悟的地方 这个众生应该如何觉悟啊 应该在哪里觉悟啊 他就从哪里 从那个地方 来让他觉悟 那么至于他的向上如何呢 那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我们容易啊 从向上来定义 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 到上帝的国度去 那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是不是天天跟上帝在一起 假如不能天天跟上帝在一起 那你到上帝的国度那边去 要干什么 那有上帝跟没上帝一样啊 对不对 你说那个国度很美很美 很美跟上帝没关系啊 对不对 很好很好 很好跟上帝也没关系 因为你见不到上帝啊 那假如天天要见到上帝的话 那请问你上帝周围有多少人 对不对 我们台湾两千万人就好了 你能不能天天看到 李登辉总统 透过电视看的不算啊 对不对 只看到他一颗蹄蹄的 其他没有啊 你没有办法跟他签签 你没有办法跟他 咨询一些 你所想要问的问题 你所想要知道的问题 没有可能 绝不可能 那你这样所设想的一个佛国土来讲 可能就有问题了 这是你意识形态上 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法隐在这里上不这样讲 谁其心呢 这个是很难去体会的 这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 一个觉悟的地方 一个让你觉悟的地方 一个那个地方是 非常具有高度觉性的 没有任何惯性 也没有任何框框跟架构的地方 那样的一个地方 叫做佛土啊 这个佛土啊 用我们现实生活的情况来讲 就是你在这样的环境中 那么他就在这个环境里头 让你去觉悟 你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就让你啊 在这个环境里头去觉悟 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随其心乐 心乐不是说你要怎么样 而是在你的生活环境里头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 让你从什么地方去觉悟 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他绝对不会 佛法不会啊 设一个架构去宽任何的人 他一定是就你的这个地方啊 来令你觉悟 昨天 好像是昨天啊 反正距离现在不久的以前啊 一个同修这样讲 他在美国 他的孩子啊 令他非常诧异 美国的小孩 在接受教育的时候 那跟我们这边的教育完全不一样 他们教育到最后 他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到医院里头去 我们到医院里头去 是病人啊 忙得团团转 等于要跑这里 等于要跑那里啊 病人要这样跑啊 所以啊 你掉着点滴啊 人家帮你推来推去啊 不然你就自己提着 跑来跑去啊 你说这个叫病人吗 这比健康的人更伟大 对不对 健康的人跑 他也不必能点滴啊 那病人又拿着点滴跑啊 他在美国不是 你在诊疗室那边等 那医生跟护士跑来跑去 你看他的医院 跟我们的医院差别这么大 他们是病人在那边等啊 那医生等一下这个来 等一下那个来 等一下这个护士来 等一下那个护士来 那我们这边是 这个病人等一下跑那一孔 等一下跑那个门 等一下跑那个洞 然后高兴好 不高兴那个还把你赶出去 你到哪里去好 我来我去 那你就到处跑到处碰钉子 你要了非常好的体力 这样的病人才能应付 这样的医院制度 我们这看我们的环境啊 你是自己把它框住 是这样子啊 你没有想到说 一个病人啊 他需要人家照顾 我们应该去服务他才对 我们这里的医生是非常 high class的 人家在国外是 医生是一个什么 服务的人啊 他跟那个水管清洁工啊 是一样是服务业啊 对不对 对跟那个 那个什么路上的清洁公司 一样是服务业 所以他们小孩子在做训练的时候 服务业 那么一堆五六十种服务业通通出来 那你要模拟去实习 那医生那你要怎么做 服务啊 清洁工人服务啊 通通要服务啊 那服务要怎么做 大家都这样做 长大他们就这样做 我们不是 我们医生啊 谁说服务 医生呢 医生跟清洁工怎么比嘛 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啊 我们带的是一种意识形态 他没有服务业的定义啊 他医生啊 律师啊 有没有 这都是服务业啊 你要服务群众啊 我们去找律师啊 算你倒霉啊 对不对 是你要服务律师 不是律师要服务你的 那你就知道 这整个观念不同了 不同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了解到说 你要在哪里得到成就 那么就在那里给你成就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定义 我们都统一规定到一个标准上来 那么当你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来的时候啊 这有他社会运作的一种方便性 这个不可否认 有他的方便性 可是真理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 这社会有很多怪现象 我们制作节目 给人家播放 照讲他要付钱给我们才对 现在是我们制作节目 给他播放 我们还要钱给他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你的社会结构不对啊 你的市场结构不对啊 这个结构你不改变 那没有道理可讲 你只有继续在这个样子下去 那这个结构要改变 你的整个意识形态 完全要洗脑 不然你改不过来 我们学佛啊 也是一样啊 你那个意识形态不改变啊 你佛法绝对学不好 绝对学不好 你到现在还在崇拜偶像 到现在还在做那种 那种宗教狂热 盲目民性的那种行为 那不能叫学佛啊 学佛不能够说高兴就好啊 因为它是一个真理的指标嘛 你在追求真理的 那不是高兴就好的问题啊 凡夫都高兴啊 都通常下地狱去啊 那不是高兴就好的问题 在真理的指导上 我们有些地方自己要去改变 无论如何 你强迫自己要改变 那个时候不能够讲说 哎呦人性如何啦 这个人权啦 这什么思想自由啦 跟那个完全无关 那你假如不想从事这一种改变的话 那就另当悲论啦 另当悲论 所以我们在这里在看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实在是非常活泼 非常活泼 那么这个地方是定义的 这个随其心乐啊 他所定义的啊 是从觉知上来讲 觉知上来讲 在你的环境里头 如何产生觉知 那个环境啊 我们这个国土啊 就讲环境 你的生活区域领域里头 你如何觉悟 如何觉醒 关键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假如不能体会 这一个层面的重要性 那你学佛很难进入状况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要尝试着去 去对自己 有一个重新的规范 我们过去几十年来 怎么生活这些不管 从今以后 我们要开始很积极的去想 我要重新规范一个思维架构 从这个行为上 生活观念上 哪至于啊 我现在凡事思维的 这个模式啊 那我要怎么样重新规定出来 自己要训练自己 是这样训练的 这样训练的 我们很难进行这个工作 很难进行 因为这个是真正的学佛 你过去的思想方式如何 这些不管 你能不能重新 构造出一个新的思维模式 而这个思维模式 绝对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在那里 昨天啊 跟几个 我们出家中的这个弟子们在谈呢 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学佛吗 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法门 你一定要培养自己 勇于做决定 一定要做决定 不能犹豫 告诉你决定啊 只有两个答案 一个对 一个错 当你做了十个决定 有七个错的时候 那你自己就要反省 我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那个不是你的决定错 你的意识形态根本就错误 你才有每次做决定 每次都错的那种情况 这个时候你就要试着 当我要做这样决定 说yes的时候 你就赶快解决到 我要刷弄 你说要弄就会对啦 因为你做决定就错嘛 十个有七个以上错误啊 那我现在来说弄 最少有七个以上的概率会对的啊 是不是这样 当我决定要右边 我就想不对 我把它改为左边 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我喜欢右边啊 可是今天告诉我 我喜欢右边 十次有七次以上错误的 那么你为了成功 是不是要决定左边啊 对不对 你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你的决心就会产生了 这个就是活华 你连自己常常犯错 你都不知道 那你想想看吗 这是很具体的事啊 那么心灵上的事情呢 你想想看 假如今天你肯定了 十次当中啊 十次都对 我们只能够告诉你 那是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 十次当中有十次错误的 也可能是你福报不够 不是你的错 那你就要改变 你为什么没有福报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又改变的不是做决定的问题 是你不该做决定 每当你又做决定的时候 你说等一下 我听别人的意见 对不对 因为我的决定绝对正确啊 可是不能兑现啊 那就你自己没有福报 既然没有福报 我们听别人的 但别人做了决定以后 用我的方法把它完成 两全其美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觉知啊 这个就是佛法 这个就是佛法 很难接受了 这个明明就这样子 每个人做他自己 所要做的决定 尽管错误他也有一大堆理由 也有一大堆理由 这是非常恐怖的 人间悲剧啊 你每次做决定每次做 每次做也有一堆理由出来 你看看 这个不是余思吗 他经常发生这种事啊 经常发生这种事啊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啊 自己要能够啊 去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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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乐 是觉知啊 不是喜好啊 喜好当中啊 常常产生偏差 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啊 我们真的可以告诉大家 来到沙佛世界啊 为什么说 世事不如意者 时常八九 可见啊 你的决定啊 十件有八九件是错误的 对不对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民间的利益啊 人生的统计啊 十件当中有八九件是不如意的 那那人不能怪我说 是怪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 可见这个沙佛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知道 反面的决定 告诉各位啊 你去体验几次 体验几次啊 你会发觉 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生命空间 太狭隘了 还有更广大的生命空间 你马上体会到 你马上就可以体会到 一次两次就够了 一次两次就够了 你马上要做决定的时候 马上想 等一下 这个当中必有文章 我改变一下 原来传统的那种 做决定的那个过程啊 改一下 这是真的佛法 你人生的利益马上可以从这里获得 这个叫做谁众生心乐啊 谁跟谁死啊 如应说法 你要会去应用这个法门啊 你马上获得利益 这叫什么法门你知道吗 这叫做药师法 因为我们现在都生病了 所以决定都错误啊 现在呢 你把它改过来 成功的概率啊 就会 把过去失败的概率 转为成功的概率嘛 我们过去啊 十次有八九次失败啊 不如意嘛 现在你就会十次有八九次如意啊 失败药师法 你要想得到一次不如意啊 都很难啊 都很难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在下面说 种种无量广大佛事 集于无量诸功德法 诸行诸道 集诸境界 皆是圆满 这个 种种无量广大佛事 用我们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一法 就完成了这件事 还有很多无量的功德法 真的 你用这种心情改变啊 这种方法 在修行的这个旅途中啊 我们有一个术语啊 叫做自他交换 自他交换 就相互替换了 相互替换了 所以马上就改变了 马上就改变了 我要做这种决定 嗯 我改一下 改为那种决定 这个说你没有办法用大脑做取舍 大脑一定会知 我还是这个决定比较舒服 虽然明明知道会失败哦 我还要坚持这个里面 让他失败也甘心 对不对 所以人很多时候因为甘心 而尝受苦果的啊 这个甘啊实在是苦啊 所以甘跟苦连在一起啊 甘苦甘苦啊 你为什么要尝试啊 因为你的执着嘛 执着因为使你觉得说 我还是要这样 但是你现在去训练说 我不要执着这个 每当我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就换成那个答案 那你去试试看 你去试试看 这种成果这种结论啊 所以我们叫做啊 无量广大佛事啊 无量诸功德法 还有啊 诸行诸道诸境界 各种啊 实践的这种方式 各种境界都可以圆满 都将获得圆满了 即与如来功德平等 很快啊 会跟如来的功德平等 于诸如来应证等觉 戴迁阿申其觉 修菩萨行识 所及法障 悉能守护 开世言说 这愚诸如来应证等觉 就愚诸佛啊 从百千阿申其觉以来 所修菩萨行识 所及的法障 各种法都能守护 开世言说 像 我个人是常这样想啊 我们把这个法 这样跟各位推动 那么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法是这样子很好 那你要知道 你现在所听到的说 当你肯定这个法是正法 很好的时候 当你肯定这个法是正法 你就已经上通了 过去以来 无量诸佛的功德 你知道吗 这个认知啊 你认为这个法是对的 是很好的 这个认知啊 很有可能你认知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假如肯定到的是正确的 真理中讲的正确的那个部分 那你福报不可思议 你一定上通啊 过去以来啊 一切诸佛的真理 真理 这个守护啊 这个积极 诸佛如来的这个功德法杖啊 是真的从这个地方去承接的 那你有偏差的部分啊 那就自己偏差自己去处理啊 那这里讲的是指正确的情况 正确的状况 诸某外道无能取坏 摄此正法无有穷尽 这个某个外道啊 它会来干扰 会来干扰 那有些时候啊 我们是不知道 我说我们 山益啊 有个同修啊 他开个木科工厂啊 山益有很多啊 很多啊 那很多 以前去是每一家都找 那找到这一家我就没再找了 我就停下来 要在那边买木雕瓶了 我都叫他去买 请他替我们买 因为这个人的人品啊 可靠 我们买这些艺术品啊 跟所要的东西啊 不是只买那个商品 所以买这个人格啊 这是我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这个人不可靠啊 那他卖的东西啊 再好都不值 没有价值感 所以我就说 哎 有没有合相 你找一下 他说要哪一种 哪一尊 我不知道哪一尊好不好 我说你看好就好 他看好就可以啊 因为可靠嘛 对吧 他要不要赚钱 当然要赚钱啊 可是他事实上有很多 他根本就没赚钱 这就是什么 彼此互相的信赖 这就是一种信托嘛 一种信托 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对他很信任啊 他跟我讲了一个 一个例子 他是很开放的 那么有很多啊 同行啊 就会到他那边来喝茶 聊天 然后一看到啊 他有客户啊 这大客户啊 后来就交换名片了 然后啊就跑到他家里去拜访 那你以后买到我这里买 那他一买啊 譬如说这东西要 十万块 那你来啊 三万就好 他一看这么赔你啊 那以后你就一直跟他买啦 一直跟他买 他就一直跟你赚啦 先给你填头几万啦 后面啦 反正你也不知道 那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啊 他就突然有个客户 会消失掉几年 几年以后 那个人又跑回来 他还奇怪 好久没看到你啊 他是啊 啊怎么样 他我跟你买什么 你怎么 你这几年都到哪里去买啊 他没有啦 他本来就以为他会怎么样 后来就又会怎么样了 诸谋外道不能除坏啊 你想要破坏啊 不可能 有他有可能被你骗去几年 他总会醒过来 你一个真正修法人啊 即使被那些邪谋外道骗走啊 那你也会醒悟过来 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们求道人啊 都是向上 有法我们都要 这个绝对没错 那么就有那些宗教野心家吗 他其实啊 人家说 也要两把刷子嘛 他甚至也啊 连一根毛都没了 那不要说两把刷子 那他就要到 到处展微风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容易受骗 因为我们可能智慧不够 可以有这种情况 那以后呢 你再回到正轨上面来 那你就会精进 绝不动摇 我们南部有很多同修家 就是正法啊 无有穷尽 那一切正法你会一直摄持 你自己有那种什么 叫做吸引力啊 对于法的部分 你的触感啊会很敏锐 会很敏锐 我们现在很多同修啊 一开始就走进来 很单纯 那这个时候反而你对正法的敏锐度不够 有很多同修在外面混了 已经老江湖了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老油条醒过来 那特别不一样 他外面混久了实在 哎呀佛法没什么 当他从这边醒过来说 哎呀这个不对啊 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那这个正法是什么的时候 他的那个整个警觉性完全打开 那在这整个的法当中啊 他的那种吸收能力会非常的快 会非常的快 这个都是啊 我们有需要去慢慢感受的 所以他说摄持正法无有穷尽 于一切世界远说法时啊 在一切世界啊 一切世界是任何环境中 我们讲一切世界啊 好像是十方诸佛国度啊 当然这样解释也没错 这个文字就是这样讲嘛 他就说一切环境 各种环境中 你在远说这些正法的时候啊 天王龙王 夜叉王 前他婆王 阿修罗王 家罗罗王 锦那罗王 魔后罗切王 人王 犯王 如来法王 皆是守护 这个前面啊 天王龙王啊 跟后面魔后罗切王这边啊 这样加起来叫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因为天王龙王通常在经文里面啊 都写在最前面 像这里就写在最前面 这是标准的 你看 天王龙王 夜叉王 前他婆王 阿修罗王 家罗罗罗 锦那罗罗 魔后罗切王 八个啊 所以叫做八部嘛 天龙八部 人王和犯王啊 这个人王是我们人中的国王 犯王是色戒天的王 那就不在天王里面 色戒天的王不在天王 天王是指玉戒天的王 通常讲的天王是指刀利天 所以他是讲异戒的 那犯王是色戒天的 所以这两个啊 不算在这里面 这两个算进去啊 就十部了 十个了 如来法王 他是另外的 这是初三戒的 这个不一样 那么这样子来讲 讲八部也好 讲十网也好 家人王 犯王叫十网 我们通常叫十网永户 十网永户 那如来法王呢 我们就不叫永户了 叫家持 色授嘛 色慈的意思 这个是一种区别啊 其实永户跟色授一样啊 都是跟你站在一边的就对了 不是站在对立那边啊 站在同一边这边 所以他这里统称为 皆惜守户 一切世间 恭敬共阳 后面这一段啊 这一段啊 这这个 于一切世界演说法时啊 这十网永户啊 世间恭敬共阳啊 是指啊 这成就的相 这菩萨发心以后啊 经过这样一再一再的努力啊 扫除的扫除啊 清静的清静啊 建立的建立啊 来到这个时候啊 开始转法轮的时候 能够得到十网永户 世间的供养 那么这个是成就的相 成就的相啊 我们有没有成就就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我刚开始讲经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那个经济部上班 那时候啊 我在家也认识了一些师傅 有一个师傅啊 那师傅也算很可爱 张过嘴巴里面只有半颗牙齿 是不锈钢做的 有一天他打了电话给我 他说成绩事啊 你这奖金哦 我说没有啊 练习练习 听说讲得很好 我告诉你哦 你奖金那个地方哦 给我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说师傅要宣布什么 我像你们经济部这样哦 公务人员哦 就不限学历 我都可以接受 我说要做什么 我要讲给他们听啊 我说哦 啊假如不是公务人员 那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我说哦这样子啊 那我跟你讲能不能太少 五十个以上就可以了 我说哦那要在哪里讲 那你看要在哪里讲啊 我说你怎么出这个题目给我 你讲得不错啊 人家都跟我讲 你讲得不错啊 我说我讲得不错 跟你要讲得不一样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师傅 哦哦哦 都会哀疑啊 我说好好好 我帮你找帮你找 过一个礼拜 跟我找好了没 我说师傅还没那么快 哎奇怪你到底要不要 付持三宝 我说师傅你不是在讲经吗 我感觉就没人要听啊 你什么不错啊 啊你讲经没人要听呢 我怎么帮你弄啊 要有人听要有人拥护啊 这是一种成就的项 不是你要讲经人家就听啊 不是这样啊 后来我讲经在外面讲的时候 那有一个师傅 他说哎 不然你也叫我讲两顶嘛 我说好啊 让给你去讲一下 他第一天讲 那一群人就听了 他很高兴 我说你白过来我讲啊 我说你去讲啊 他又去讲了 第二次大家觉得不怎么样啊 第一次来讲 哎还蛮新鲜的 第二次就在听了 我觉得回来以后他又跟我讲 我说那你讲得怎么样 很好 很好就好啊 从今以后都给我讲 我说好这一天就给你讲 第三次再去啊 剩下五个人 我说怎么这样 奇怪 哦 他们也没有福报 第四次啊 只有一个人 那我就觉得奇怪 他回来就很不高兴了 我就问那些听众 我说怎么搞的 我说祖父啊 讲四次哦 跟录音机一样啊 一字不改的 讲了四遍的 我说怎么会这样说啊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怎么讲 我说那你怎么讲 我说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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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又怎么讲 我说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经 哎呀大家讲的都一样了 我这一套相当不错了 他说那一套相当不错 或许啊 但我没听我也不知道 讲了四次 四次都一样 那真是一套 他就有这个本事 我真是败给他了 他真的很厉害啊 四次都讲一样 你要我了齁 这一次讲完 下一次再讲百分之六十一样 我都不可能了 他竟然百分之百都一样 你这厉害啊 那这样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要想在这边 来涉受众生啊 当然不一定只有这一方面 还有其他方面 要众生拥护的情况 那不一定这样子 讲经来听 这是讲经的法师 那你不是讲经的法师 那就不见得 那你可以从别的方面 这样办法会我就很糟糕了 那个常常法师听说 办一场下来六七千万 我办一场下来有六十万就不错了 你看你要 要怎么去比较呢 要怎么比较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他在这一方面 有人拥护 那我们在那一方面呢 我们就没有人拥护了 所以不能从单一现象来看 如果从这个现象 假如你要执着地说 这个是你的法门的话 那你有没有成就啊 那你可以从这里看 可以从这里看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这叫成就相 成就的相 这一讲 同贯齐鼎啊 是讲这个拥护的时候啊 所有的一种作用 这个 讲阶西守护啊 讲恭敬供阳啊 这个大概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十万 王是献的 这个凡夫相 献凡夫相 一直到人王 患王都属于三界六道轮回的相 他怎么样来给这样的一个菩萨 来灌顶呢 你假如说 如来法王同灌其顶 那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十万 怎么替你灌顶呢 这个就不是这样讲咯 这个时候是讲 我们这个成就以后啊 十万拥护啊 是在支持你 让你啊 继续成长 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灌顶啊 不一定说传法啦 十万拥护啊 如你继续成长 在菩提道上 继续成长的一种意义 那么下面啊 常为诸佛之所护念 一切菩萨 一皆爱净 得善根力 增长百法 开眼如来圣身法障 摄此正法 以至庄严 一切菩萨所行 次第愿皆远说 这个 为诸佛之所护念 菩萨之所摄受 这一切菩萨一皆爱净 这个爱净就是摄受的意思 还用另外一种讲法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诸佛护念力 菩萨摄受力 菩萨会摄受我们 那么诸佛会护念我们 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在做每一个人 都受佛的护念跟菩萨的摄受 但是呢 你可能感受不到 你可能感受不到 你之所以感受不到 并不表示佛没有护念菩萨 没有受受 这是我们的相应力不够 你的相应力够的话 你自己可以感受到 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 我跟你讲 你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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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如能够相应的话 你会感觉到说 啊 师父 好慈悲 对不对 那你假如不相应 你说 好 因为你会感受到够了 我实际上有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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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你是在摄受你 还是在破斥你 我就搞不懂了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相应状况 你自己要去具备那些条件 当你不具备正面条件啊 那你负面条件太多的时候 你就常常会自我伤害 人家不会伤害你的 真的 自我菩萨不会伤害你 众生也不会伤害你 众生也不会伤害我们 他怎么会伤害我们呢 人家讲一句话 你往坏的地方讲 当然是人家在骂你啊 人家讲一句话 你往好的地方讲 那你会说他在勉力我 就是这个样子啊 有一个同修 他是很厉害的人 他每次啊 爱讲神通 他讲成神通啊 人家就传过来 我就跟他讲 你回去跟他讲 再讲这样子的话下地狱 你跟他讲我骂他 那回去以后他就跟他讲 感谢师父慈悲替我消业障 那个人来 我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 怎么讲啊 我说师父他这样讲啊 对啊 你替他消业障 我怎么死啊 我怎么没办法再讲 你还没办法再讲 这事父专门在忙 人家 变成这样子啊 对不对 所以他会转啊 他一转的话 真的变成你会卡死啊 他把你卡死啊 他将你一军啊 他假如回去以后 跟他讲了以后 他就这样骂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那我就骂对了 对不对 他把你转过来 感谢师父慈悲替我消业障 你看我就知道昨天 我在修法的时候 师父又来跟我灌灵加持 哇他下来了 我骂他 反而增长他的神通力 你看看 那些傻瓜就不是了 我们跟他耳提命命 他就气得要死 每次都说我这样 每次都说我这样 那我有够笨呢 他撞不过来嘛 你是爱他 克服他 来扑斥他 结果呢 他认为你跟他过不去 所以 我不是说我 我这个佛在护念 还是这个菩萨在射受 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 都应该要警醒的地方 要警醒的地方 所以我们常讲 常为诸佛之所护念 常为一切菩萨之所射受 所以这是一定的 一定的 得善根力增长百法 比如说善根 就是增加我们的善根 增长百法 这个百法 一般来讲就是善法 百法善法 就是我们的定义啊 从生命的本质来看 任何一法都是百法 任何一法都是善法 你知道吗 我们吃下去的东西 都是对的 那你不能够说吃下去 吃下一斤 大概也排出去一斤 那就都没有吃到 那你干脆就不要吃好了 对不对 可见所有吃下去的东西啊 都是好东西 所以我们所造的一切业 你要知道都是善业 我们之所以会弄不好啊 是因为你的分别心 分别心 跟执着性 假如你的分别心 跟执着性 能够消除的话 那么你就都在一斤法界里面 都是普贤净 都是普贤行 好 下面就是 都是结论啊 开眼如来圣生法杖 奢侈正法 以至庄严 这个 打开我们生命中的保障 那么这些正法 它都显现 这个奢侈正法 是个人选个人的 因为你的愿力不同嘛 所以您所取的正法不同 那么以修行来自庄严 行法修行啊 以这些正法来自己庄严自己 我们不是用什么来庄严自己 这是从生命的本质看的 从身体的本质看 要阴落庄严 从生命的本质看啊 以行法来自庄严 行法来自己庄严 所以我们常讲说 什么人最美呢 心中有慈悲 这个最美 什么人最丑呢 心中有真心 最丑 那以慈悲来作为庄严嘛 那慈悲是要修来的 那不是人家打我的时候 生气了以后 对我要慈悲 你很慈悲 你要很照顾 不是那一种 是自己要慢慢去培养出来的 慢慢培养出来的 它不是表象的功夫 它是真正我们生命中 进行的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 一切菩萨所行 次第愿皆演说 菩萨所行啊 这个就是心灵方程式啊 我们修行的整个过程啊 那么希望啊 这个菩萨能够啊 来为大家说 这个次第演说 这是精进会啊 请法的 请这个 法会菩萨讲 那么精进会所讲的这个部分啊 他用祭奏啊 再重新讲一遍 重新讲一遍以后啊 才法会菩萨答 法会菩萨答在后面的部分 明天啊 我们把这个部分先做个结论